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斯,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谈谈台湾地区,现在台湾的经济部门 真是激到跳脚 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你知道他们 只要西媒报道他们有什么好事,小小事都说得很大 但是只要西媒报道他们不好事 他们就生气了,整天在反驳队,反驳队 这些是反驳队队长 原来彭博说,台湾要做好停电的准备 那有什么错? 原来彭博的专栏标题就是 扶持本土封电 台湾应该做好停电的准备 他们也说台湾缺乏相关经验和生产能力 导致没有办法利用 是规模经济和既有的专业知识 用不到,还是说它没有 这个不单止造成电价飙升并且形成垄断 这些公司还经常没办法准时交货 预算超资与专案延期的问题 令到一些开发商 决定放弃参与后续招标程序 令台湾潮注电力短缺和 过去10年经历的停电再次卖进 之后有个人叫九把刀 他就出来 不是呀 其实 他说不记得上次什么时候停电 结果 九把刀就力挺台电 他就和民进党政府一样力挺台电 结果那些乡民就招呼他 最搞笑 这个 新闻就说 这个是 ETtoday 这个新闻就 很搞笑 知情人士表示 为什么你不敢说是谁说的 知情人士表示 区域设备故障 也就是配电系统的停电事故 从2023年 的事故次数 和12年比 马政府时代降了七成 少了1.5万次 为什么你不敢拿官方数据 你要引述一个媒体的知情人士 为什么呢 还是你不敢拿真话 你看到媒体这么说 而且是媒体 是媒体 你最搞笑的 还说 民进党说被媒体逼迫 你不要忘记整个台湾多数都是录 这个也很正常 他担心被人搞 被人搞 像中天那样 还想跟你说 媒体报道真的问题 不是逼迫你 我根据事实报道 你真是这么多停电 以你们的皮性 如果错的话 反博队 空群而出 就是1450 和你说马英九 为什么又跟马英九比 顶你 其实他 想着是国民党说他 原来 最搞笑的 九把刀 他就被人家 炎上了台湾 就是被人家炎上了 他就说已经不记得上次 什么时候停电 结果就被台湾乡闹爆 好像 政治评论员周迁对于是台湾地区经济部门针对停电的事 发的新闻稿就说 我觉得这个是台电新闻稿 写得最到位的一次九把东转发这篇文 亦都说在感受上 亦都是真的越来越少停电 甚至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 那当然 九把刀一贴一些篇文出来 大量的乡闻 就质疑 因为政府本来就有责任提供稳定的电力 事实上是 为什么反过来是 情感 勒索民众 亦都有人说 同样是停电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 反应差别真是大 停电是 客观事实 无论你是多文青都好 都是 感受 和真是客观事实 是两样东西 当然 九把刀说出真话 台湾 早就没有缺点问题 你即是彭博说大话 是吧 快点去信和他抗议 快点去信 反博队 可以做反博队队长 是的 之前 22号的时候 为什么 大家这么大反应呢 因为一个是 小人各主题乐园 突然之间停电 你知道 因为这些很关键的东西 突然之间停电 和你停电的东西 很荒唐 等着是什么 青蛙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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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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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有 所有 小动物都被你冤枉了 这次是什么 这次 龙潭区停电的原因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流 是原来收剪树木的树枝时候 不小心有树木跌了 是 压倒高压 是线路 导致停电 你是不是应该做防范措施 这些 在电力摄施附近 修剪树木 应该有专业 作业的程序 SOP 是的 他觉得 你这么流也有 7分多钟就恢复供电 其实民众觉得这7分多钟都不应该有 因为这些 不是应该 你做这些重要的作业的时候 不是应该有些东西保护吗 对吧 这真是好笑 流 还有为什么 这么多人说 因为部份的游乐设施 重开需要时间 人家也要做生意 台电对于 桃园区 营业处表示 有关小人角和停电 7分多钟已经搞定了 是不是 这些很快的 如果他搞定了 我刚才没有说错了 依你的皮性 人家说你 如果你很快搞定了 你一定 马上走出来反驳 为什么这次 谭博社说你 你不出声 所以就是 要靠文青帮你说 为什么要靠文青帮你说 当局不出来说 你不出声 是 还有为什么 他说停电次数少了很多 但是 他停电次数少了很多 但是停了 他的大东西多了 好L多了 顶你 他说 这 马英九时代多 但可能他那些没那么厉害 你看 这个小英经历过是什么 小英很厉害 小英 吃了 大东西的 小英就是16年上台 当然17年就做了一宗厉害的 就是台湾历史上最出名的停电之一 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因为他受影响数 就是592万户 台湾两千多万人口了 记住 原来 就是 台湾历史上出名的815 全台大停电 所以他说 为什么你射布 喂 你射到那些都是金的 小英 所以他说 为什么你射玩政治 不是呀 因为你那些很厉害 说真的 很多 是真的好像你这么说 有些是很小的事 可能都已经没报 那 说真的815 究竟 那就是 台湾中油 对 台电 大潭发电站的 天然气 供应管道 因为 巨路国际局 俗斯更换 是卡片 不当 造成意外停电 造成 是大潭电厂 6机组 是全部跳机的 停电日子就是一天 但是 受影响户 就是 是592万户 喂 阿哥 你想想 6个机组 是 全部是停了 而且 500多万户 台湾两千多万人口 你说 有没有人是会记住 有没有人报道 为什么台人那么敏感呢 因为你真的很 大佬 是吧 你真的很 大佬 还有 你知道这次停电事故 亦都间接造成一人离世 因为使用 是蜡烛引起消防大事故 当然 亦都是 停电刚刚发生在通勤繁忙的时间 造成全台民众生活不变 和财产的损失 这个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也是小英执政的 2021年5月13日 513大停电 高雄市 露竹路 北超高压变电所 原来就是汇楼 他汇楼牌就是 故障 导致 轻达电厂四个机组 全部是 挑选 影响的户数有多少呢 那就是有 厉害了 就有462万户 你咳嗽嗽嗽嗽 你说 你干什么玩政治 因为你全部是金 是吗 玩什么政治 如果是同样的事发生在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不出声 是的 结果四天之后 玩什么政治 是的 四天之后又是大事 四天之后 2021年5月17日 又是小英 全部小英吃光了 当然 他不幸运 他执政就是他 这些没法说 这些没法说 很不幸运 是的 这些没法说 这些基建 这些 电力供应是必须的 必缘的 不可以冒的 所以彭博 他也是为什么 是岳瓶岛内的 供电状况 其实他也是关心你 又是轻达电厂 一号机 因为 燃烧器管理系统 控制 无组故障 所有 粉媒机就是跳制 夜间 8点50分 启动分区CD 输楼停电 刚才说的 13号一祸 停电的时间 7个小时 50分 其实 8 15就差不多一天 刚才再说的 517 513就7个小时50分 517 1个小时43分 但是 亦都是过百万户停电 老板都这么厉害 为什么玩政治 你们最喜欢玩政治人就说人家玩政治 另外 小英真是很严重 21年就两获百万户停电 2年3月3号 原来又是这个轻达电厂 又在高雄 发生 事故 导致南部地区电力供应失衡 这个 龙旗超 高压变电 造成 南机组跳脱 电力系统自动 撤离保 导致 台湾大规模停电 停电 12个小时20分 又是 撑你 17年 592万户 他这次 549万户 你看 8万户 老板 所以你讲到这么大 干什么 干什么说我 没有玩政治 你民进党最热玩政治 还说不关事 现在彭博社 都是提醒你 他都是善意 我觉得都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下停